珠穆朗玛峰最可怕的十个惊人发现 雪山深处拍摄的恐怖画面 第一名直接下药科学家 作为地球上最高的峰顶 珠穆朗玛峰见证了无数人类的奋斗和探索的故事 可当世界还在为攀登者的英勇和珠峰的雄伟壮观所喝彩时 人们会惊讶地发现 这里不仅是勇士们征服自然的战场 更是无数未解之谜的发源地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一起来看看 珠穆朗玛峰最可怕的十个惊人发现 如果有人问起谁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 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埃德蒙希拉里爵士 他在1953年成功战上了珠峰的顶峰 但如果我说 也许在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征服珠峰的29年前 就有人成功做到过这件事情的 他的名字叫乔治·马洛里 1886年出生在英国 学业成绩优异的他曾在剑桥大学读书 一战爆发后 他应征入伍 在这场双方伤亡130万人的战斗中 马洛里死里逃生 一战结束后 马洛里在英国著名的查特豪斯工学 担任教师 书院长 按理说 经历过战争的人应该更能体会生命的珍贵 但马洛里最终还是决定完成自己的梦想 攀登珠穆朗马峰 1924年 已经36岁的马洛里 准备第二次尝试攀登珠峰 这一次 为了更好地冲击峰顶 他选择了特别擅长处理氧气设备的20来岁的小伙子 安德鲁 欧文 作为自己的搭档 在此前 马洛里已经在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的帮助下 通过了各种体能测试 信心十足的马洛里还戴上了相机 希望记录下登顶的那一瞬间 1924年6月8日 营地里的人们曾通过望远镜看到了马洛里 欧文的身影 此时 他们距离顶峰只剩下244米 这个距离对于普通人来说 看似很近 但事实上 在珠峰上的每一步都是无比艰难的 可随后 雪山上云雾卷起 两人的身影逐渐消失 此后 马洛里和他的搭档就再也没能下山 可这一消失 就留给大家一个巨大的疑问 他们到底有没有成功登顶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1999年 美国专门派出了一支登山探险队 寻找他们的下落 经过一系列的地毯式搜索 人们终于在马洛里失踪75年之后 找到了他的尸体和遗物 苏救队的成员对马洛里的遗体 进行了简单清理后 在海拔8235米的高山上 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很多人相信 马洛里就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 因为他曾说 如果自己登上了珠峰 他就会把自己妻子的照片放在山顶 而在马洛里身上 人们确实没有找到他妻子的照片 所以有的人坚信 马洛里已经成功登顶了珠峰 但显然这样的证据仍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 最直接的证据可能就是 当时马洛里和欧文携带的相机 所拍摄的照片 可惜的是 携带相机的欧文 他的遗体始终未能找到 然而 在马洛里和欧文失踪的这些年间 依旧有很多的登山者选择挑战珠穆朗马峰 最终在1953年 埃德蒙希拉里成功了 于是他也被视为 世界上最先征服珠穆朗马峰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呢 你认为谁才是首登珠峰的人 第九名 巨量粪便 聊起珠峰上的粪便问题 这可真是个既尴尬又有点搞笑的话题 之前 很多登山者来到珠峰大本营 都会迫不及待地拿出冰稿 想随便凿快冰来烧水喝 在人们心里 一百平阿尔卑斯山的伊云水 都比不上这里干净 但这样的做法 可能立即就会被向导阻止 朋友 难道你想吃屎吗 众所周知 珠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景区了 每年一到春秋登山季 珠穆朗马峰的南坡山脚下 就会变成一场热闹的嘉年华 除了登山者 还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 色彩鲜亮的帐篷支起来 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登山者 望着山巅摩拳擦掌 以前人们经常吐槽 在景区上厕所难 却不曾想到 在珠峰这个景区 根本没得吐槽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厕所 而各种原因自然也不用多说 由于这里不能就地处理粪便 而这个地方 人上去尚且十分困难 更不要说把粪便集中起来 带到山下去了 所以说人们 在珠峰上厕所的方式 就变得非常粗暴 哪哪都可以当成是厕所 随便在雪地里挖个坑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统计 每年都有七万到十万名游客 涌向珠穆朗马峰的大本营 而他们离开的时候 会给这片土地 留下十二吨的便便 这几乎相当于 两只成年雄性大象的大小 所以没错 你印象里 那座一尘不染的珠峰 现在已经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史山 而每年的这十二吨的粪便 不仅不能滋养 这片贫瘠的土壤 还会对珠峰的环境 造成严重的破坏 要知道 很多河流的水源 都是靠着雪山上的冰雪融水 而当掺杂着 人类粪便的雪化成水 流进河流中的时候 实际上也就污染了河水 澳大利亚曾有一个考察队 在登珠峰的时候 由于不小心饮用了 被粪便污染的雪水 差点要了小命 聊到这里 我们也只能说 希望大家在攀登珠峰的时候 注意保护环境 解决大事比较理想的方式 还是把排泄武装在袋子里 下山的时候带走 如果把珠峰变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厕所 终究是害人害己呀 第八名 冰山外星人 试想一下 当你正蹲在珠峰的冰川上 跟队友比赛 谁先挖出个厕所坑的时候 一抬头近看到 天空中飘着一群神秘的飞碟 这得是多壮观的一幕 这一幕有没有发生过 我们不知道 但美国的制片人 大卫·布鲁斯耶斯 的确不小心在珠峰捕捉到了 外星人打卡地球的独家画面 这些是由 大卫在2012年拍摄的477张图片 组合而成的视频 视频显示了一个神秘的叠形黑色物体 在天空中移动 这张照片一出 网友们就炸了锅 而同一时间还有其他的目击者称 在伯卡拉东北七公里处的一个火山口附近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圆盘形UFO 当时它离地高度只有1.5米左右 要知道 长期以来一直传言 这个地区存在着外星人的秘密地下基地 而早在1968年 尼泊尔与邻国印度和布丹之间 就曾报告过七次不明飞行物的事件 对于这些神秘的UFO目击事件 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和理论 有些人认为 这其实是高级的军事装备的是非 也有人坚信 外星人早就来到了地球 人类的科学家 在遥远的宇宙中 苦苦寻找的外星生命 也许就近在眼前 只是我们还没能与他们正式打招呼而已 第七名 尸窃的氧气瓶 在爬珠峰的路上 可能出现的意外有很多 比如暴风雪 又比如雪崩 但你可能万万没想到 盗窃可能也是其中一种 而且它偷的还是氧气瓶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 海拔5334米的珠峰大本营 就是他们旅行的终点 而对于登山者来说 大本营只是他们出发的第一站 而真正的登顶 也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 在几天时间里就可以完成 从筹备 到在各个海拔点建立营地 到最终登顶 往往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登山人员必须在晴朗的天气里 在各营地间 频繁上上下下攀爬 以适应环境 为最后的冲刺登顶做准备 于是 在空气稀薄的环境里 要进行高强度的攀爬 氧气储量就成了重中之重 而且你不但要考虑到登山消耗 还要预留一些 为之后的返程做准备 可这氧气瓶的偷窃事故 恰恰就是发生在 这些中途的营地当中 要知道 当氧气瓶偷窃事故发生 在没有充足氧气储备的情况下 登山者只能放弃 先前所做的所有努力 重新退回海拔5000多米的大本营 先前所有的努力 都打水漂了不说 重点是 万一登山人员随身的氧气储量不足 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而这些小偷倒好 他们往往会在高海拔地区 偷了氧气瓶之后 回到5000米的大本营 然后混进布局队伍里 把氧气瓶重新卖给登山人员 而让人寒心的是 这个偷窃行业正在尼泊尔的登山大本营 逐渐兴起 甚至已经成立一种趋势 尼泊尔政府不是不知道这种事情 可就算知道 也没法管 且不说在海拔7到8千米的高度 取证是个大难题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目击证人 而且就算有心要抓 警察也不一定能上得去 虽然到目前为止 暂时还没有登山人员 因为氧气瓶失窃而死亡的情况 但这些拿别人性命开玩笑的小偷 也实在太缺德了 第六名 海洋化石 你可能根本没办法想象 在海拔8848米的珠峰顶端 科学家们竟发现了 古老的海洋生物化石 这些化石 包括了橘石 介形虫 三叶虫 海百合 以及各种鱼类等 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到 距近约2.5亿年前的古生代 在科学家的眼中 这些远古海洋生物化石 就是书写地质变迁时的活文字 而经过一系列的研究 珠峰所在地 在两亿多年以前 曾是一片波涛汹涌的辽阔海洋 也就是古西马拉雅海 今天的大西洋 和太平洋的海水 曾经可以通过古西马拉雅海 和古地中海互相联通 可在距今1200至2500万年的 晚地三季中心时中期 这里的地壳 发生了大规模的造山运动 古西马拉雅海南边的印巴板块 向北移动 碰上了北边的欧亚板块 没想到结果用力过猛 上演了一幕桑海变苍田 同时也把海洋中的生物遗骸 推上了天际 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珠穆朗玛峰 海洋里的生物可能万万没有想到 它们习以为常的海景房 有一天却变成了山景房 过上了天寒地冻的高原生活 与此同时 珠穆朗玛峰上海洋化石的发现 也在一些宗教团体中引发了猜测 根据《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 在大约4000年前 地球曾发生过一次灾难性的洪水事件 当时整个世界都被洪水所淹没 虽然珠穆朗玛峰上海洋化石的发现 从某种角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 但科学家始终认为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地质演变过程 而且时至今日 喜马拉雅山仍然在一美100年7厘米的速度 不断上升 因此无需附加超自然信仰来解释这一切 第五名 珠峰草原 地球气候变暖 正不断加剧的这件事 早已为人所熟知 但它对地球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要知道 在这之前 珠穆朗玛峰的峰顶 一直都被认为是 不是一居住的荒地 无法支持任何形式的植物生命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情况已经不再是如此 草和灌木 已经开始在珠穆朗玛峰的斜坡上扎根 珠穆朗玛峰附近的植物覆盖范围 正在不断扩大 在海拔5000米至5500米的这个范围内 增长趋势最为明显 随着温度的升高 原本不适合植物生存的寒冷区域 逐渐萎缩 越来越多的地方 开始迎来了绿色的生命 然而 这种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让环境学家们十分担心 因为珠峰及其周围的喜马拉雅山区 被称为亚洲水塔 它是亚洲十条主要河流的水源之一 一共有超过14亿的人口 直接或间接依赖这些水源生存 随着植被的增加和冰川的融化 这一区域的水循环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且其后果目前还难以预测 目前科学家们正积极进行各种实地研究 以确定植被面积的变化 对水资源产生的具体影响 总之 珠木狼马蜂长草的现象 不仅是对地球气候变化的一个生动注角 也是对生命力的一种赞割 这些在极端环境中生长的植物 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韧性和适应力 但同时 它也提醒我们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面且深远的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和保护这个唯一的地球家园 第四名 奇怪的声音 珠木狼马蜂上从来不缺故事 但其中一个特别恐怖的章节是 每当夜幕降临 就会有一种响亮且恐怖的噪音 在山谷中回荡 并且能够传得很远 听起来就像山市活蛋 并且很生气 这种来自珠木狼马蜂上的神秘声音 最早是由一个名叫达夫汉的老灯山者报告的 他已经攀登珠峰整整15次了 在他的描述里 这些声音就像有巨大的雪块和冰块 在山峰上空自由落体 然后狠狠地撞击地面 在安静的夜里 听到这样的声音 简直让人难以入睡 你能真实地感觉珠峰在怒吼 后来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 这些阴森恐怖的声音 实际上因为喜马拉雅山在夜晚 温度会急剧下降数十摄氏度 导致冰川深处的冰层断裂 产生巨大的轰鸣 这种声音 不仅是冰川对温度急剧变化的自然反应 也是气候变化和冰川融化的直接证据 2021年 发表在科学报告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喜马拉雅冰川 在过去几百年中 已经损失了大约40%的面积 也就是 大约390至586立方公里的冰 足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0.92至1.38毫米 换句话说 珠峰夜里那神秘而震撼的声音 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观 更是地球向人类发出的警告 第三名 第三人因素 盘登珠峰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的梦想 但你知道吗 在途中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神秘的第三人 这位伙伴既不收费用 也不给预告 他会悄无声息地就加入到你的探险队伍 这个所谓的第三人 他可能是个陪伴者 也可能是个声音 甚至是个触感 很多探险家和登山者都表示 曾经遇见过这样的第三人 1933年 英国探险家和植物学家弗兰克·史密斯 在与其他登山者 一起前往珠穆朗马峰顶峰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隐形伙伴 当时他的其他队友都已经撤退了 只有史密斯一个人不顾天气 继续和恶劣的环境抗争 而就在他的心理和生理都快到极限的时候 他感觉身边突然多了个伙伴 这位神秘的第三人陪他一起盘登 消除了他所有的孤独感 史密斯还说 他甚至跟他一起分享了一块薄荷蛋糕 而且 史密斯并非唯一的案例 英国登山者 道格斯科特和古格尔哈斯顿也表示 他们曾在1975年深夜 到达珠峰顶峰的时候 感受到了第三人的存在 当时 他们被迫在死亡区的血洞中过夜 这个神秘的陌生人 不仅给予了他们体温 还给出了保暖和生存下去的建议 对于这个现象 心理学上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是 第三人现象常出现于山地 海洋 极地等空旷或独自一人的环境 当探险加倍困于这些环境时 他们所接受到的感官刺激物 如声音 画面 色彩等 是非常有限或单一的 远远低于大脑平时习惯的刺激范围 为了补偿感官信息的缺失 于是大脑制造出了第三人的感官错觉 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 第三人是大脑为了唤醒意识 保持警惕而产生的自我保护机制 当身体受到极端压力 如饥饿 缺氧 伤痛时 人的意识会一点点变弱 当你的意识逐渐模糊时 大脑会幻想出一个伙伴来鼓励你 给你力量 不过 目前普遍认为 这些第三人现象 通常发生在海拔超过7000米的高度 其中的原因可能和大脑某些区域的肿胀有关 不得不说 人的脑子实在是太神奇了 第二名 1952苏联探险队 接下来让我们聊聊1952年的苏联珠峰探险队 这件事已经过去50多年了 但至今仍是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历史学家说 在埃德蒙希拉里爵士登顶世界最高峰之前 苏联政府曾资助理之 由30多名登山者组成的团队 前往西藏试图征服最具挑战性的山脉之一 珠穆朗马峰 据报道 该团体不仅力求成为第一个登上世界之巅的人 还计划在山顶放置列宁和斯大林的雕像 并以此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将抵达终极顶峰 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创造历史的前夕 一整队人突然就人间蒸发了 就像被外星人绑架了一样 没有留下任何信号 没有尸体 连个装备碎片都没有留下 要是在今天 这个新闻可以轻松霸绑互联网热点榜单 数个月时间 而重点是 对于这个失踪事件 苏联政府的态度也是十分暧昧 主打一个一问三不知 仿佛这对人就是个传说 从来没存在过 于是乎 这些登山者的真正命运 就成了一个半个世纪的悬案 也许他们的确抵达了山顶 成为了朱峰的永久居民 也可能他们在某个未知的山洞里 开了个地下党支部 但谁知道呢 第一名 朱峰雪人 朱姆朗马峰的雪人传说 一直都是广为流传的 世界未解之谜 有生物学家认为 雪人可能是人类进化史上缺失的一环 也有探险家 多年孜孜不倦地寻找着雪人的踪迹 对于这种生活在高寒地区的神秘生物 是否真实存在 科学界尚无定论 但这并不妨碍很多人对传说深信不疑 对雪人这种生物充满遐想 据尼泊尔民间和西藏的民间传说 朱姆朗马峰地区 喜马拉雅山脉 有一种两栖 多毛 一种体型巨大的人形巨瘦 因为浑身长着白毛 又常年生活在雪地里面 被人们称为珠峰雪人 同时 当地人会把它们叫做米贵 意思是 居住在岩石上的大怪物 据说这个生物体重在90到180公斤之间 身上覆盖着棕色 灰色或白色的毛发 还有锋利的牙齿 当地人认为 雪人一共有三种 一种是尼尔默 大约4.6米高 毛发是黑色的 是最大也是最凶猛的雪人 第二种是图体 比尼尔默小很多 大约2.4米高 还有就是拉姆西姆堡 它有着红棕色的毛发 只有1到1米5高 而事实证明 关于雪人的这些传说 也并非空穴来风 2009年 乔舒亚 盖茨和他的团队 在珠穆朗玛峰 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动物脚印 这些脚印长度33厘米 宽25厘米 而且脚印当中 还发现了一根毛发 而这根毛发 在经过法医分析后 里面竟包含了一个 未知的DIA序列 而且与大脚怪 和尼斯湖水怪相似 没有人能证明 这些脚印和毛发 是来自雪人 甚至没有确凿的 证据证明雪人的存在 但显然 眼前的这一切 让人无法否认 也许它的确存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 十个珠峰惊人发现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